主料,飞饼10克,蛋黄20克,辅量,牛奶70克,淡奶油70克,糖1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台面上铺一层熬面粉,将两张飞饼重叠起来,将重叠的飞饼改成像方形的面片,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,然后把方形的面片捡起成圆筒状, 可以卷紧一点包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冷藏直到20分钟,取出圆筒,切成12等分,去两个等分,叠起来,用手掌按点,用擀面杖改成中间毛,四维后的圆领形,大小和塔膜差不多,擀饺子皮,要四维薄,中间厚我不再行,可是这个就对我专业了,把塔皮放入汉膜中,将塔皮整形成中间毛, 冰盐后,并刀出塔膜,制作塔线,浇牛奶,鲜奶油加糖混合,再加入打饭的蛋黄叶搅拌均匀,过啥备用,烤箱先预热220度上下管,我准备好了,才将塔线倒入塔膜内,只能放8分满,放中下层25分钟, 我的做法是,到最后几分钟,将上下管发热转为单下管发热,这样才不会考虎了塔线,烹饪技巧,做葡萄最好用专用的葡萄膜,葡萄膜比较深,我第一次用了一次性的蛋炭膜,浅浅的,又放了很多馅料结果馅料都流出来了,解释了塔皮, 而且粘在模具上,第二次用了菊花膜,但菊花膜比葡萄膜要大,所以我只能做5个的份量,而且用菊花膜侧面底部,就看不到一层层的起诉了,个人感觉还是小卷子的内馅配方比较好吃,但那个方子比较麻烦还要事先煮制过,这个方子就很损失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